风鸣香新社葛马兰族适合复得香蕉丝文化 除了是部落老一辈族人之外 青壮年族人也很积极努力 尤其新社工坊的成员 透过马街医师展览中的一张老照片 重新知回了葛马兰最古老的图文以及知法工艺 曾经是为断成的葛马兰香蕉丝编制文化 在1990年代初期 由当时的部落齐老朱阿比、潘乌吉以及朱阿菊为首 积极部阵传承 后来中山代族人也陆续加入编制团队 要继续下去做 不然后面回去就没有了 全世界也没有人有 只有新社葛马兰才有 百委员也没有 有时有人 不是金教士 他们用芝麻还是麻线 这样没工就对了 断成将近一甲子的葛马兰族 香蕉丝编制工艺技术 适而复得的同时 现在的部落族人更是主动收集 葛马兰族相关编制技术 竹符图文 尤其透过马街医师文物展览中的这张老照片 重新支毁了葛马兰族最古老最正统的编织工法 以及图文传统族服的样式 令族人振奋 把那个上衣用起来 上面那个 可是胡老师给我们的照片不是很清楚 因为他当初拍照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复制 所以没有那么细 他没有拍特写 他也没有想到说你们要把它重新 对 因为他当初只是要建立那个 他们博物馆展览要用的东西 虽然凭借着老照片 顺利重织葛马兰族最传统 最原始的族服及图文 然而部落编制工作坊成员与志工 仍觉得远不及远见的样态 未来也将会持续的专研编织 要把曾经断成半百年岁月的 葛马兰族传统文化 一针一线的编织回来 记者是玉兰风斌采访报道